我非常非常非常擔心双北的疫調 一句話道盡全台灣民眾的憂心 三級警戒原定解除日越來越近 民眾高喊想解封 連續七天沒本土案例的台南 也松口戶外場管可以為解封 在開放的空間 很廣闊的空間 我們只要戴口罩 做好防疫的措施 進行現場人流管制 我們覺得事實上是可以思考的 像北農或者是新北的恩主公醫院等等 這一些 這個都讓我們對疫情來講 非常的憂心 所以我想可能在北部地區 還是要能夠更了解 當地流行的一些狀況 也許會是比較好 是否韋解封各地首長看法不一 畢竟台北一連爆發 北農長照機構群聚感染 疫情狀況不容樂觀 專家分析 違解封不是不行 關鍵在解封程度 尾解封要看解封什麼程度啦 那個每個步驟其實都可以影響到說 這個 再一次流行的機會啦 如果說你的尾解封太過於氾濫的話 到後來其實再一次爆發機會也不是沒有 而且一定是可以預期的 除了社區隱形傳播鏈可能逆襲 萬一境外沒守住印度Delta病毒株入侵 也可能將台灣防疫一夕擊潰 可是你今天為解封 然後他又來一波一波的話 後面有另外一波慢慢的 一路變種變種就變成輸標 這絕對有可能 儘管連續兩天本土確診都降到兩位數 但專家不認為台灣有解封本錢 就怕民眾忍不了一時等到疫情再起 恐怕要面臨更嚴峻的管制手段 回應新聞陳妍為林維凱立為薛料品均綜合報導